大家好,我是爱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1.2 新地图环木吹一条龙宝箱城消散威行任务 我们要完成1.2版本的威行任务 然后才能经营这个宝箱的硕计攻略 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城硝山天曲木的传送点 传送点揣热我们往前沿着小土路往前走 然后走到我们右前方洞的缺口 然后从洞的缺口处我们进去 由于这个宝箱的位置需要我们爬墙 然后这个爬墙的话会也比较费时间 然后就选择从这个洞口我们就这么跳起来 从上往下走 然后我们从洞口进去 进去之后我们一直往前 一直往前走一段很长的路 然后在前方我们沿着这个小木板往前走 在前方有一个向下的洞 然后我们打开怀想伞 打开怀想伞之后我们回头看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缺口 我们慢慢往下降 这里能够看到一个缺口 我们从这里进去 进去之后前方就是一个碎士兵挑战 然后我们开机挑战 然后我们变成碎士兵之后来到这个缺口的位置 这里有个小小缺口 然后调整一下 然后在哪 我们跳上来 跳 跳上来 然后 我们放下 好 调整一下方向 然后这个洞口打开了 然后我们就进去拿起这个宝箱 拿完宝箱肉在右侧 这个 就是什么呢 这个机关就解开了 我们再从这个右侧我们直接跳下去 直接跳到最下层 跳下来之后我们从前方的门走出来 前方就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比到金鲜 打开宝箱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 打开小地图之后我们来到环木雀下层 等着这一个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左前方这个洞口进去 就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这是我们做任务时候开的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从它旁边的洞口出来 然后往前 经过木板 然后往前 跳起来 跳到另一个木板上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然后前方也有一个小缺口 在前方我们直接跳起来 好 跳起来 跳起来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放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在我们的右前方 又能够看到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我们继续往前 来到前方这几个铁箱子这里 来到正中介 然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我们往下看 这里有一个潮汐之一 然后我们清下怪 惹不顺 清完怪之后我们打开这个潮汐之一 把开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绕一下 绕过来之后 一直沿着路往前走 然后我们贴着左侧 贴着左侧这里有一个潭潭乐 再带着旁边有一个碎碎冰 然后我们点击碎碎冰 然后再回头来到潭潭乐这里 然后我们跳上来 等它给我们弹过去 好 击碎 然后里面是一个宝箱 我们拿我们宝箱之后回头 回头找出洞口 然后来到洞口这里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翼角 我们抬头 我们爬一下要爬上来 我们爬上来之后 在我们的左侧 我们往左前方看 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又是一个潮汐之一 然后我们清下怪 在这旁边的这个蝎子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一个潮汐之一 清洗五米 接着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贴着我们左侧的这个墙体 一直拐 贴着左侧的墙体拐 然后能够拐到一个洞里 在这个洞里有一个紫色的宝箱 然后宝箱之后 我们爬一下在旁边这个墙 这个木质板的这个墙 爬上来 爬上来之后往前 我们不要进洞口哦 在前方有一个木质的桥 我们从桥这里跳起来 跳起来之后下方又是一个潮汐之一 然后我们清下怪 清完怪之后我们打开这一个潮汐之一 接着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宝箱的直颜 这里又是一个直宝箱 然后这是最后一个宝箱 那么 我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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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一个潮汐之一 你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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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有这一个潮汐之一